在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到来之际 当地时间2月18日 香港鸿康体育馆内高棚满座 掌声雷动 由国务院侨卧办公室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香港侨界社团联会联合主办的 四海同春2019香港歌曲新春晚会在香港上演 一众艺术家们以丰富多彩的节目 高超的表演技艺 为香港观众带来新春及元宵佳节的祝福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王世民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徐又生 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委蔡永忠等出席晚会 与社会各界人士共请新春佳节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 精彩的队列表演为整场演出拉开了帷幕 影子扎爽的军容 步调一致的队列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喜气洋洋的音乐声响起 舞蹈演员们身着红色礼服 手举灯笼 踏歌起舞 杂技演员也伴随着音乐展示一系列高难度的动作 歌舞与杂技相结合 现场一片叫好 本次演出阵容以广东南方歌舞团 惠州大兴东杂技团 济南大学艺术团为班底 丰富的表演形式 精湛的表演技艺 为观众呈现一场离开生面的视听盛宴 四海同春赴香港澳门演出艺术团团长刘其称 在今年的四海同春演出中 香港厂的演员超过百位 演出阵容强大 在节目形式上 杂技 歌 舞都有 其中杂技节目占了节目总数的一半 每年四海同春香港厂是 在揭晓中体验欢乐 刘其表示 今年的杂技节目难度大 可观赏进墙 不少节目曾登上央视春晚 获得国内外杂技比赛大奖 杂技演员潘岳新 便嫌春晚节目《出梦未来》 首次登上香港舞台 在八米高的空中 潘岳新连续完成360度转肩 头顶刀率旋转 高空横插等高难度动作 杂技肩上芭蕾也收获不少掌声 在高雅而优美的音乐中 女子单足站立于男子肩头 天仙起舞 柔美优雅 向观众展现不一样的芭蕾艺术 女演员谭婉霞五岁便开始练舞 为了实现跃上肩头跳舞 她从140斤减到82斤 潘岳霞称香港观众非常热情 给予她很大的鼓励 艺术欣赏能力和素养都很高 国家一级演员 男高音歌唱家刘薇薇 是香港舞台的常客 30年前 刘薇薇便携歌剧到香港演出 此次刘薇薇特别为香港观众 带来中国民歌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今夜无眠》 她称 香港观众非常喜欢中国传统民族文化 有很强的怀旧感 为什么要选这两首歌 一个大家比较熟 首先考虑的就是要大家听首歌 这些歌曲也是通过千百次 而且也是无论从时代上来讲 还是从历史上来讲 都给人们带来了很美好的回忆 所以就用了这么两首老歌 香港的一些老人们 到现在为止都是充满了怀旧感 对于这些中国的传统的民族的东西 非常喜欢 高难度的杂技 喜庆热闹的歌舞 为观众送上耳目一新的演出 经典怀旧的乐剧 精彩绝伦的七月表演也轮番上阵 让观众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观众们心情激动 纷纷喝彩 我是专门在澳门过来的 我真是这么大的人 真是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精彩的节目 真是很开心 因为想带小孩来体验一下 感受一下这个气氛 还要让小孩多学习一点 感觉很好 就是之前我都是从电视上看的 然后能在现场观看到 我觉得特别的激动 积技最好看 就是觉得人表现得非常之好 因为我们都是在港普寨来的华僑 来了香港三十几年了 一看到国家很强壮 我们很开心 很感动